社寮社区是一个老年化比较严重的社区 但社区内的长辈学习力相当的强 因此社区的干部特别邀请专业老师来教导长辈 透过大家的想象力将上课的教室美化成充满回忆的情境 指导老师将圆形的纸张发给长辈 每个人都会拿到两张白纸 时刻老师希望装备透过自己想象 将这两张白纸涂上色彩 准备用来制作蝴蝶 指导老师希望大家发挥想象 色彩越缤纷 做出来的蝴蝶越漂亮 虽然每个人还不知道完成后的蝴蝶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认真的态度绝对令人钦佩 指导老师表示 今天课程主要是制作环境布置部分 在之前就已经做了一棵茄冬树 所以希望此次能够点缀更多活泼的样貌 我今天主要课程是带长辈做环境布置的部分 然后主要是证据长辈对社区的一个凝聚力 像后面这棵加冬树好了 事实上我也没有所谓是加冬树 是长辈跟我说他做完之后 很像社寮里面的一棵树叫加冬树 然后他说那棵加冬树保护了 说台语好像叫狭聊戏力 然后还问了一下长辈 原来这棵树它真的是守护了 这社区里面的所有的长辈 好像经过曾经有过灾难什么 不是很清楚 所以长辈对于这棵树那时候做完之后 非常的有感觉 然后今天也是主要带他们做蝴蝶的部分 然后蝴蝶的话是在点缀 点缀说旁边让这个教室的氛围更为活泼 长辈们对于指导老师的用心都相当赞许 对于社区所提供的各项免费资源 也怀抱感恩 尤其每天到市区来不仅可以学到很多才艺 又可以与老友相聚 日子比较好过 做这个就是做鸭要做鸭啦 做这个很好啦 来这里我们大家都来这里运动 来这里做东西 做这个都来这里不错啦 社区很高就我们啦 过来这老人很高啦 都直接吃饭啦 吃饭才回来啦 都不用钱啦 七十块以上就不用钱啦 这样老人都可以来啦 我们社匠的都可以来啦 老师在家座 你看做得这么多 吃这么多行都做得很好啦 做得很漂亮的 都来看我们社区做得很漂亮 做这个老做是蝴蝶 对 相片的蝴蝶 要给这老年人运动 心情画画 对 保理社区的环境啦 对对对 这项不止课程 后续还有几堂课 指导老师就表示 透过画画可让长辈的手掌小肌肉 充分运动 同时也能在构思的同时 训练脑力 不仅延缓退化 还能够预防痴呆 与老友相聚一堂 不仅可以先画家常 还能彼此相互关怀 让他们生活过得更为充实 更有意义 记者陈云志 祖山镇采访报道